土城区玉省里菊光四村拆遣以后 经过里长杨中复改造 变成一片风光明媚的绿意庭园 玉省里今年再度获得新北市环保局的五星环境认证 刚在三月时获选观摩里 板桥中和等地里长一同来听取经验 杨中复表示 环境认证对于新手里长来说可能较为辛苦 但帮助里民们获得整洁的环境都是值得的 今年的里环境认证 土城区我们玉省里很荣幸 又获得了五星级的最高的认证 这已经是好像第七年第八年了 那在这十多年中间 就是从我担任里长以来 我们也曾经有两次 最近的一次是今年三月 环保局邀请我们来做里认证者的观摩里 就邀请周边好几个区 当天有七八十位里长 也有中和 也有炉灼 也有三重的 来我们医生里做一个观摩 当然我们是刚好有极光社村 这边有一块空地我们可以使用 也是前提里民 当然更重要还是志工 大家把它协力完成 里环境认证项目 如果刚当选的里长参加 可能会觉得有点累 其实我是认为 有报名参加 无论对你里内的环境 还是说因为你里长还是要选举产生 对你之后连你选举 里长要选举的时候 其实是有加分的作用 因为这个环境的美化 环境的整洁 是几乎每一个里民都感受得到的 今年里环境认证共有七个项目 项弄干净以及登革热防治 为指定参加项目 杨中傅也建议可以依据里内的环境 进行执行项目 获得认证后的款项 也能用在里内清洁用品的购买 算是不无小补 当然借由里环境认证 虽然它很多项目 像今年的话是有七个项目 其中两个项目 项弄干净跟登革热的防治 又是指定必须参加的 你可以其他的 还有五项 你在从里面挑选 你比较感觉比较有办法做的 比如你如果公车 公车的清新 还是你有做资源回收 循环资源的这个项目 每个都可以 总刮起来五个项目 当然我常常跟我们里长讲 15万的里环认证的奖励金 当然也是对一个里也是帮助很大 来鼓励这些志工 还有买一些我们清洁用品什么的 也是帮忙很大 但是最主要最主要 还是让我们整体的环境得到提升 鲜北市的环境整洁度 已经连续非常多年了 都是全国的第一名 像我们土城地区 你走出去看就知道 大街小巷都会穿得干净 这个都有赖于每一位市民 志工 当然还有女办公署里长本身 大家共同来努力 创造更美丽的城市 环保局表示 里环境认证制度是个里的自我成长 自我比较的评比制度 希望透过观摩交流 能让个里教学索长 互相分享环保经验 让里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并延伸到全市的整体环境 达到干净还要更干净的目标 记者已根基新北三文报道 出去一时 虎 最大 主播 都 都是 我们下人 的